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要怎麼利用LiveSize這套程式來參加視訊會議 這個LiveSize是什麼樣的程式呢 這是一個農委會所數的單位 比喻嚴素改良中所常在用的線上會議軟體 為什麼我們要用這個程式呢 當然如果家人有小孩在居家上課 可能學校會去用一個Google Meet這個程式 為什麼農委會沒有用這個程式呢 因為疫情進行他們就一定賣好這個程式 這個LiveSize這程式 所以說他們就不再開情 所以說如果我們去接到公文 叫你去參加農委會所數的七年所改良中 所開的線上課程 還是線上會議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用LiveSize這個程式 所以我今天才會錄這個教學影片 來跟大家說這個東西要怎麼用 首先你要用這個程式進行 你一定要先去下載安裝 要去下載呢 你公文上面一般會給你寫這個 寫網址看你要去下載 他如果不寫 麻煩你現在把影片暫停 把這個網址抄起來 這個網址抄起來 這個網址你把它抄起來 他要去Google Chrome 把這個網址打下去 打下去 打下去就出這個網址 出這個畫面出來 這個程式有三種 Windows App這是有電腦用的 包括你的桌上型電腦和筆記型電腦 你就用Windows App 你如果手機還要用 就看你是蘋果的iPhone 你就用App Store 這邊這裡下載 你如果普通營作業 你就去Google Play這裡下載 下載之後安裝 讓你靠這個程式才好用 好,我們繼續 要怎麼用呢 可能你的公文上面看 有給你一般的付一個簡單的說明 給你程式開開 輸入會議室代號什麼 當然這樣說 講幾步聽不懂 我們現在直接來做示範 修正你地方程式安裝料以後 開開你會看到這個畫面 你如果這個畫面 這個程式很奇怪 他有時候是中文 中文有時候是簡體版的 我們的公文上面一般會告訴你 這個會議室的會議室代號 會議室代號你就在這裡 英語版會告訴你user extension 你如果簡體字 他可能就擴展 擴展很奇怪 不知道在說什麼 意思就是會議室代號 你把這個會議室代號打下去 比如說這是我的測試 測試會議室代號打下去 他比較要打你的名字 為什麼要打的名字呢 就是說 我們現在入獄後 可能裡面很多人 如果大家都亂不打 就不知道誰是誰 所以像 你就把你的名字打下去 最好你如果是 對一個單位你先打下去 這樣不一樣的單位 可能人就看得出來說你是哪裡來的 怕他要打下去 這個Join入獄 再來 有的會議室 他會再附密碼 當然這有看單位 不然現在還不會 入獄後 他會先開 你的視訊設備的設定 這個時候可以讓你 敲你的攝影機 敲好聲 現在攝影機的畫面 如果挖下去 你可以在這裡敲好聲 這邊這裡是你的 麥克風的音量大小 像我這樣說 你看他一直調 就表示這樣 麥克風收音沒問題 再來 這個resolution 這裡 就是看 他的經濟你現在網路的速度 就一條條件 比如說我現在網路很穩 他可能就出720 你如果說手機 或是網路收訊不良 可能他就降到要360 他會走就好 也不一定說要多清 這麥克風和攝影機 敲好以後 你就用照片入獄 照片入獄 照片入獄 有的會議宵夜 再加一個密碼 他就是怕人 他 就是說有的會議 怕人 一些無聊的人 但不怕數字 試看可以入獄 所以他會再加一個密碼 當然也不一定 有的會議 可能就不太麻煩 他就不關這個密碼 如果沒有密碼 他就直接入獄 有密碼 你就繼續打下去 現在還要輸入進去 現在出來 因為我現在有開兩個畫面 你現在看到的是另外一個人 因為我 我這是測試畫面 我只開兩個人 另外一個是我 我用筆電開的 他現在沒有東西 譬如說我現在手給你看 這是另外筆電那邊 那邊的畫面 他那邊就看到我 我這邊看的 因為我沒有站在那裡 所以你現在你要參加會議 這樣就好了 人家那邊說什麼你就聽得到 那 問題是你如果說你 要參加會議 當然你直接 你如果要發言 你就直接說就好 這邊這裡 因為如果大家都在那裡說話 還是旁邊還有人在吵 孩子在吵什麼 你這樣收到 大家都聽到 就很吵 你可以把你的麥克風拐掉 才有一個麥克風 你把它刺掉以後 大家都聽不到你的聲音 還有另外一個人 就說 甚至我 我這個畫面 可能 你說我人也不在外面看 我也不一定要開打架 尤其你背景 如果不太漂亮 還是說有人 像 有什麼 不能讓我看到 你不能把他關起來 你攝影機關起來 人家看到就像名 這樣也可以 好 好 你如果參加會議 一般我們在吵的 比較聽而已 其實人也不一定要看你的 我們的關起來 沒關係 你如果不要發言 你不要看關起來 也沒關係 現在就是說 我如果是 我要參加會議 我還要有 治療要報告 這樣要怎樣 你就要用這個 share your screen 這個 在手邊這個 這支手 我先說一下 這支手就是說 因為裡面 幾十個人 我可以 當然你可以直接發 說我有什麼意見 我有什麼事情 我有什麼事情 我直接發 不過這樣其實 就沒有人 感覺你很害怕 你可以在這裡 試一個 人家就有一個訊息出來 這你的人名 旁邊就是一支手 人家就知道 是誰人拿手 要發言 這樣 現在看起來就沒有了 好 我繼續說這個 分享畫面 分享畫面就是說 我現在有 東西要幹部 這樣 我就是去 稍等 我先暫停一下 剛才是錯誤示範 照說 我應該先把這個檔案都開 好 繼續 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一些 我們要報告的時候 不是說 我還要 檔案要幹部 這樣 你就可以把你的檔案先開 好 像我現在開我的powerpoint 當然你握的 什麼都可以 你這裡有畫面就好 我們開起來 我們先把它開起來 以後 我們回到這裡 我們起這個share screen 我們起這個share screen 它就讓你選 算說你現在要分享 這個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 剛才這個 這個 我們的powerpoint 因為 他現在 他就把你所有 開過的東西 的檔案 都 放在上面 問看你要用對 一個畫面 我現在用powerpoint 一起分享 好 我現在畫面 就造出來powerpoint 其他人 其他人 就看到這個畫面 看到你現在這個畫面 你就開始做你的干部 你就可以開始做你的干部 你就可以開始做你的干部 說完之後 說完之後 要記得你把這個 這個分享關掉 不然人就會繼續看到你這個干部 別人 別人要說 如果另外一個人要說 他可以跟你看下去 不然就大家 繼續看你的畫面 所以說最後 你自己說完之後 不再說了 你就可以關掉 大家就可以回到這個 視訊的畫面 繼續說 好 現在你如果說 好 飛機結束 要怎麼離開 或是你有事情要先走 你就用這 這支 電話這支 再有一個禮服 你用這支 你把它刺下去 它就花了 OK 像我這樣刺掉以後 你再回來這裡看 它就離開了 就回來了 你後來還要進去 它這個名字 會給你打一支 所以你就 你就可以繼續 後來進去 你不用再打名了 要參加另外一個回憶 你就打另外一個回憶 它的代號 這樣就可以了